由老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老窝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坎梁、奥萨松率领的老窝人民军高级军事代表团从6月1号到4号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2号上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阮新疆上将处置仪式,欢迎老窝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坎梁、奥萨松中将一行来月访问。 其后双方举行了会谈,让新疆上将强调,坎梁、奥萨松中将的死访,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越老两国军队、两国的伟大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作出贡献,共同致力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 坎梁、奥萨松中将强调,老窝市中高度评价越老两国伟大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相信这是消除一切挑战和分裂越老两国关系阴谋的力量。 对于双边防务合作关系,双方都认为,防务合作继续被确认为两国整体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对于今后的合作方向,双方一致同意全面落实两国国防部2022年合作计划,集中与加强两国边防部队的合作和信息交流、联合巡逻、打击犯罪和非法自由移民,确保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 注重培训合作,加强对近年一代的宣传教育合作,在多边和区域论坛上相互支持等。 会谈结束后,坎梁阿萨松中将、礼节性拜会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书记、国防部长潘文江大将。 双方都认为,近到时间,两国两军落实好各项合作内容,始终保持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建设一支日益正规、现代的军队。 潘文江大将表示,越老特殊关系一直收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维护和巩固。 2022年被定为越老老月友好团结年,两国纪念建交65周年和越老友好合作条约签署45周年。 潘文江大将希望双方以死为契机,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关系,加大对两国军官、关于两国两军伟大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的宣传教育力度。 6月2号上午在河内,最南公网部和丹麦驻越南大使馆联合举行有关越南能源展望的座谈会。 约会代表在座谈会上公布了越南能源展望报告。 据该报告,军团经济具有巨大潜力实现绿色转型,从而实现至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 为了以最低成本实现以上目标,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代替化石燃料。 这2025年发电系统必须满足70%能源需求,其中太阳能和风能是两大可再生能源,分别占75%和21%。 若实施得当,军团完全可以构建零排放新型能源体系,其成本直比基线高出10%。 丹麦专家评价说,军团的绿色转型过程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军团可以实现能源消耗和发展经济脱钩, 并通过投资与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基数等方式,促进能源体系朝着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今年前五个月,农业、工业、贸易、旅游、服务等领域呈现强劲增长迹象, 表明越南经济继续渐有起色。 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或将达6%。 今年GDP增长7%以上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长强劲就是越南实现增长目标的关键所在。 前五月,越南户进出口额达153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越南经济体的支柱产业、工业生产同比增长10.4%。 商品零售总额和消费服务因应收入增长9.7%。 这些数字表明,越南经济复苏势头强健,因此完成既定目标。 我们信心满满。 农业将维持2.5%到2.7%的增长率,工业和建设业的增长继续释放出机器信号,服务业复苏步伐将放慢。 我希望服务领域,尤其是旅游行业,将继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刺起服务内消费需求。 经济专家预测,从现在到年底,电子商务、金融银行、信息技术、电线、教育是增长和付出最快的领域。 然而,专家警告称,部分行业和领域将会遭受世界地缘争执和原料供应链等的影响。 越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农业、加工制造业,但我们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原材料供应链多样化。 经济专家表示,2022年凭借外资的强劲复苏和增长,越南GDP增长率可能降回到稳增长的回答。 由于许多生产经营活动,开始回到稳定的状态,并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2022年越南经济增长率预计达6%以上,2023年可达7.2%。 各行业、领域的复苏与增长,为经济的发展和且带来更多机会,这而且也要面临世界地缘争执不稳定,原料价格上涨等挑战,因此政府应多做兵具,切大对其纾困、帮扶力度。 6月初,对中国出口的大量芒果、布鲁蜜、龙眼、火龙果以及新鲜荔枝等越南各种农产品已经运往量山盛新清口安。 为了保障上述农产品顺利通关,量山省各职能力量已经多做兵具,并主动制定具体计划,助力农产品快速通关。 各职能力量已对新清口安通关地区和停车场进行交通疏导分流,承载新鲜水果的车辆将获得优先通关。 我们已多错并举,为农产品出口企业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近短时间,大量新鲜荔枝已运往新清口安,因此我们已为承载新鲜荔枝的车辆提供通道优先服务。 在口安各职能力量的协助下,我们货车已快速且顺利通关。 为了确保货物进出口活动安全,新清边防烧所以增加边防力量,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手,对口安地区的车辆进行分流疏导,最大限度避免车辆拥堵现象。 从5月15号到31号,通过新清口安承载新鲜水果的车辆共1500辆,其中主要是香蕉、芒果、菠萝蜜、荔枝和火龙果等越南主要出口农产品。 河内市统计总局透露,2021年5月,河内市消费价格指数增长0.3%,与去年12月份相比增长2.43%,同比增长3.79%,2021年前5月,CPI同比增长3.04%。 5月份,11类商品中的10类价格环比上涨,其中文化、娱乐和理由类价格上涨2.59%,原因是5月份全国放假和越南城市, 新版第31届冬运会交通运输类上涨2.12%,主要原因是成品油价格连续三次上调,教育类价格上涨0.3%,饮料和香烟价格上涨0.3%,餐饮服务类价格上涨0.34%,食品类上涨0.22%,居民在外用膳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0.1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略增的商品类, 包括设处和家具类、服装、抱子和鞋类、药品和医疗服务、电信和其他商品与服务、住房、水、电、燃料和建材类产品下降0.71%,黄金价格环比下降0.13%,同比下降0.34%, 今年前5月,部分产品CPI呈现同比大幅增长态势,如交通类、住房、电、水、燃料和建材、饮料和香烟、文化娱乐和旅游、餐饮服务类等,11类商品中有两类价格呈现同比下降态势,电信类下降0.3%,教育类下降2.26% 军南政府总理分明证最近已经颁布有关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第8号指示,其中防治校园霸凌和学生欺凌是核心任务之一。 政府总理要求公安部与教育管理机构密切配合,在校园里加强有关预防犯罪和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信息交换和宣传工作,加强学校周边秩序安全保障措施,与教育部门协调配合, 防治可处理处于校园霸凌和学生欺凌的非法行为,内务部同教育培训部配合制定有关学生正式思想教育工作的方案等。 校园霸凌和欺凌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它影响着许多儿童与青少年,不仅对他们学习成就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伤害他们的身体与心理健康与福祉。 在越南,近年来,儿童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与儿童保护工作有关的法律政策、检查、修正、补充、颁布等工作,总体上以确保质量与进度,逐步完善相关机制,确保儿童权利。 各政治社会组织及其参加儿童保护工作,为受性侵和虐待的儿童提供支持与协助。 热爱长沙,热爱祖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关键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中。 因此,有多年来,许多个人和组织都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祖国海洋岛屿的爱。 今天的新闻节目里,请各位观众跟随本台记者了解571号长沙志愿祖分享爱心的故事。 看一看,他们如何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神圣海洋岛屿那份爱心。 2014年,云南话剧剧院的艺人胡莲,有机会与胡志明共青团中央代表团乘坐SQ571号船, 摊访长沙群岛和DK1海上高角屋,对祖国的神情渗透在他们滚烫的血液中,跳动在他们火热的心中。 那次赴长沙的旅程点燃了爱的火花,所以我们将其化为行动,化为志愿工程,以实际行动将爱传播下去。 从偏远的岛屿回到大陆,长沙群岛上战士为国封献精神,深深打动了乘坐HQ571船成员的心。 他们自愿组合起来,跪在前线捍卫组国的军人注入动力。 因此,571号长沙志愿组就这样问世。 当我从长沙群岛回到大陆时,我经常想起胡不破的话,你们如果能减轻同胞们的困难和痛苦,做点什么的话,那么应该应尽力而为,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搞志愿活动。 半年来,长沙志愿小组和各地方政府和组织携手为贫困人新建了50套住房。 像劣势加速,革命有工者,孤寡老人,捐赠近100本存折,赠送疫情防控医疗设备,在山区建设民生桥等。 这些活动也给旅外越南人带来积极影响。 我们认为日爱祖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中。 我觉得这种模式应该在欧洲越南人社群中获展,让大家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海洋海岛的爱。 虽然八年的行程并不长,但长沙志愿族每个成员心中一直充满着对祖国的爱, 激励他们再接再厉,将爱化为行动,携手为建立美丽富饶的越南献出一份力量。 越南国家文书档案局近日接受安南人的技术译书,以及有关1973年巴黎协定会议的资料。 这是由外交部海外越南人事务国家委员会和原越南驻法国大使软舍赠送的珍贵历史资料。 安南人的技术译书详细介绍了从1908、1909年越南人的所有行业, 从工匠、商人到公务员或自由职业者,每个职业的工具和工作方式都被描绘得深度避震。 这本书于1910年左右发行,采用木板印刷技术,在越南传统宣纸上印刷。 这是一份由海外越南人武士春芳在法国收集并捐赠给国家的资料。 这份资料外观和内容都十分特殊,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助力于丰富国家文书档案局的储存内容。 此外,国家文书档案局也接受由原越南驻法国大使馆染设关于1973年巴黎协定会议的图片和文件。